台湾公元院在2017年 夺下拥有科技界奥斯卡称号的 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 九项大奖之后 迈入了2018年 又在美国赌城消费电子大展中 涌夺了两大创新奖 让台湾的高科技 在全球各地绽放耀眼光芒 显眼的蓝白色外观 戏场守备外加深邃大眼睛 它就是早在2017年 便轰动美国赌城消费电子大展的 台湾高科技智慧视觉系统机器人 强大的视觉技术与精密守备 不止二职神工倒咖啡 玩西洋棋全都一把照 且一年之后更厉害了 透过自我学习思考与判断 现在已经可以玩起瓶子游戏 而善用微型晶片 能够检测出蔬果上 农药残留下的特定光谱 来自工研院的新发明 随手型智慧蔬果农药检测器 不只能透过多拨长 微型化检测技术 自动辨别蔬果是否洗干净 更把原本实验室里 大型的光学检测仪 缩小到可以让人一手掌握 打响来自台湾的创新智能科技 要帮助地球村的居民守护智慧生活 工研院不只前瞻性的看到 未来的智慧生活需求 更充分运用科技为食安把关 要做好身为世界公民的社会责任 东方新闻 魏宽 佑永志 在拉斯维加斯的采访报道